2023年将是中国造船业革命性的一年 因为今年首艘国产大型邮轮H1508船 将完成出污、试航以及交付 如果胜利的话 中国将打破欧洲造船企业百年的垄断 大型邮轮的技术含量非常高 它和航母LNG船并称为世界造船业的三大明珠 它也是附加值最高、工程最复杂、建造难度最大的船只 以国产邮轮为例 它的总长度超过340米 总吨位超过14万吨 不管是长度还是吨位 都比中国刚刚下水的福建界要大得多 而它的结构更加复杂 单单零件数量就高达2500多万个 这个数量是普通汽车的250倍 高铁的10倍、飞机的5倍以上 可想而知它到底有多难造 如果哪个国家能拥有这种船只的建造技术 将会直接培养出本国无数的造船空轮石 因此大型邮轮可以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造船业乃至整体的科技水平 以往这种技术却都掌握在欧洲的手里 欧洲四大造船集团占据95%的市场份额 美日韩都曾吃巨子压住这项技术 结果都是惨败收场 但是谁也没想到 中国却以横宫出世的姿态率先实现了突破 并且两艘大型邮轮同时在接 预计今年就能交付一辆 那么问题来了 它到底难在哪里 为啥日韩都没做成的事 却让我们后来居上了呢 大家好 我是熊猫 今天就来说说大型邮轮的故事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的邮轮建造起步很晚 有多晚的 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世界上最出名的邮轮大概是泰坦尼克号了 这艘载客辆2200多人的豪华邮轮 开工时间是1909年3月份 当时的秦朝都还没灭亡呢 2006年 哥斯达邮轮公司进军中国 在上海开辟了第一条以中国港口为 其实港的国际邮轮航线 自此中国的邮轮旅游才实现了零的突破 如果单纯的以大型邮轮发展而言 中外起步时间相差100年左右 可想而知 中外技术差距有多大 而在这100年时间里 世界造船产业链发生了多次转移 先是1970年代 日本造船业以50.4%的份额超越欧洲 然后是1990年代 日韩以75%以上的份额 共同称霸世界造船业 2021年时 中国也崛起了 中日韩以90%的份额 垄断了全球的造船业 欧洲的这些老牌造船强国 已经逐渐磨落 但即便如此 欧洲四大造船厂 牢牢占据了大型邮轮 95%以上的市场份额 它们分别是 法国大西安船厂 意大利分坎地尼集团 芬兰的阿克尔集团 和德国的麦尔船厂 其中分坎地尼一家 就占到了50%以上 大型邮轮真的有这么难造吗 为啥中日韩 都未能攻克这项技术呢 答案是真的难 邮轮建造与普通船只不同 常规的船只结构简单 可能就是一些储藏室 船员休息区等 但是大型邮轮是娱乐船 单单舱室就有数千个 比如餐厅 客房 影院 音乐厅 甚至是游泳池等等 各个舱室的功能 布局 设施等等都不尽相同 可以说 一艘大型邮轮 就是一座小型的海上城市 因此大型邮轮的设计 建造乃至后期的装修 就非常的复杂了 日本曾经多次冲击大型邮轮 都在这些地方踩了坑 2002年时 日本三菱重工 首次承接了 嘉年华钻石公主号的建造 三菱重工是全球最大的 造船企业之一 他们制造工业实力非常强 飞机零部件 高铁 汽车等等都可以造 船舶也是一样 他们旗下拥有 各类舰艇的建造经验 按道理来说 他们建造一个公主号 并没有什么问题 在建造钻石公主号时 因为某些原因 三菱重工的造船厂 突然发生火灾 大火真正烧了19个小时 才被扑灭 这场大火让三菱重工 损失惨重 最终他们延弃了一年 才完成了轮船的建造 并且宣布不再沉建豪华邮轮 2011年 三菱重工重新向豪华邮轮 发起冲击 恰好此时 德国爱达邮轮也想扩大业务 于是三菱就主动参与他们的招标 不过由于之前的邮轮火灾事故 爱达邮轮并不愿意 让三菱来沉建 为了拿下爱达邮轮的单子 三菱做出了许多承诺 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 工期和违约费 大概意思是 三菱重工承诺 只需23个月 就可以完成第一艘邮轮 如果不能完成 每延期一天 就得缴纳高额的违约费 三菱重工之所以敢这么保证 就是因为自己曾经踩过坑 有了丰富的经验 所以他们认为 自己有能力和实力 来冲刺这项规关 有了这些保证 爱达邮轮这才向他们订了两艘邮轮 结果悲剧再次发生 三菱重工现实在设计时翻车了 然后在建造时又发生了火灾 最后在装饰的时候 更是被欧洲东家嫌弃的半死 这艘邮轮硬是花了整整四年时间 才最终建成 可以说亏到姥姥家了 而在这之后 三菱又再次宣布退出大型邮轮项目 为什么强如三菱也搞不定大型邮轮呢 并且还G203的发生火灾的问题 其实这和大型邮轮的复杂性有关系 首先是设计难度上 它的工作量不亚于重新设计一座小型城市 以国产邮轮为例 它的设计图纸就超过了6万张 为啥这么多呢 我们上面说过 大型邮轮有数千个舱室 它们可以分为上百个不同的系统 以及数百个子系统 如果用电缆把它们连接起来 就需要4200公里左右 相当于从北京到新疆喀什的距离 因此合理的布局是必须的 就是设计图纸时最先需要考虑的 不仅要让各个舱室和系统互不干扰 还要合理有序的让顾客感到舒适 等你设计好布局后 你还需要设计轮船的风格 作为船加酒店加娱乐城的结合体 大型邮轮需要面对全世界各个地区的游客 因此邮轮的内部装饰 家具挑选和布置要求都非常高 等于说 造船厂不仅要会造船 还需要对几千个不同功能的房间 进行设计 装修 设计量比一个七星级的酒店还要高 除此之外 还有安全性 舒适性 娱乐性等等设计要求 也非常严格 尤其是安全性 由于游轮是在大海上航行的 如果遇到意外事故 外部的救援会非常的困难 因此在2006年时 国际海事组织就明确规定 游轮的设计中必须引入安全防岗的要求 比如床汁在发生禁水或者火灾的意外事故时 如何保证它安全地行驶到岸上 如果无法行驶到岸上 又该如何逃生等等 说实话干过工程的都知道 消防问题是最麻烦的 它需要分区设计 不同用途的区域有不同的消防标准 比如餐厅和房间的标准是不同的 餐厅里的客厅和后处又不一样 而大型游轮有数千个舱室 数百个子系统 所以你得先进行整体的布局设计 然后还需要为这些区域 针对性的设计安全容易备份 十分的麻烦 所以种种要求下 大型游轮的设计就非常的繁琐 难度很大 这才需要数万站的设计图纸 三菱正宫在这里就踩坑了 他们先是低估了游轮的难度 错误地选择了独立自主的设计方式 结果对游轮设施了解不够 以及设计审核流程不熟悉的 闹了很多笑话 比如大型游轮的图纸很大 所以审核是一层层审核 方便边设计边敢攻击 结果三菱直接省略了这个步骤 直接一股脑的都给了游轮东家 结果就是东家看着几万张的图纸一脸懵 只能是硬着头皮审核 这样做不仅耗时耗力 对东家的审核人员来说也是身心俱疲 接着就是设计错误 他们对游轮的舒适度和安全反感等要求不熟悉 所以很多设计图纸的审核不过关 只能被迫一改再改 原本预计一年的设计周期 整整花费了三年时间才完成了全部设计图 不但高估了自己 也低估了游轮的难度 2013年 三菱正宫正式开建大型游轮 结果施工时又遇到了许多问题 首先是缺乏整体建造方式 三菱正宫建造游轮时 为了减轻难度 所以选择了先建造船体结构 然后再在船体内部进行设备安装 这种模式是照搬传统的货船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在游轮上却不行 与货船不同 游轮上的舱室特别多 每个舱室的空间比较狭窄 工人在西装的时候施展不开 甚至有些设备在运输时 也会受到空间限制 这个方式直接影响到了整体的施工速度 除了建造方式外 还有整体的规划问题 由于游轮的零件数量达到了千万级别 很容易出错 三菱正宫在材料安装时候 就出现了错装和漏装 导致部分零部件只能重装 这样做又拖慢了工期 然后是材料问题 大型游轮要求比较严格 所以对于材料的选择非常慎重 但是要求越严格的材料 安装和运输的时候难度就越大 比如薄板设计 游轮的上层建筑采用了大量的特殊薄板 这些薄板强度很高 厚度却很薄 甚至可以达到4毫米的级别 本来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减轻游轮上层的重量 没想到它特别容易变形 在搬运和安装的时候折损的很严重 只能缓慢的施工 第四个则是设备配套了 欧洲游轮的设备有90%是本土供应链提供的 而日本因为一直没有从事大型游轮建造 所以本土的设备供应链非常少 只能进行全球采购 这样时间会耗费的非常多 第五个就是装修配套了 因为是娱乐设施 所以游轮上需要大量的装修设计 最好是风格多样化 而爱达游轮主要是面向欧洲的游客 所以需要大量的欧式设计和装饰 但日本国内并没有这些配套和专修公司 需要进行全球采购和招标 但是那样很花费时间和金钱 所以三菱就玩了个花样 他们引入了大量的本土供应商 然后企图用日式风格来减少成本 这个想法惨遭爱达游轮的嘲笑 他们说 我们的游客认可的是法国设计 意大利的家具 你三菱正宫给换成了千叶的设计 伊豆里的家具 游客能认账吗 我怎么跟客户推销呢 三菱的侥幸心理没能打动爱达游轮 于是工期又增加了 这还没完 被迫采用欧式风格后 三菱正宫还试图采用 日本本土的建筑装修公司 来协助船上公共区域的装修工作 这些本土的供应商 完全没有游轮施工经验 不熟悉图质 不熟悉流程 也不熟悉安全规范 结果这些装修团队 不仅施工进度赶不上预期 而且装修效果也得不到船船的认可 最主要的是 游轮上有很多易燃物品 工人数量多而且很复杂 三菱的管理团队又不专业 结果纸板和绝缘材料 不小心被点着了 三菱再次遭到了火灾的袭击 工期再次延误 爱达游轮气得大骂 多次向三菱正宫提出抗议 三菱自己可能也受不了了 于是想找欧洲的供应商寻求帮忙 花钱请他们来协助 完成这个亏本的买卖 在延期三次后 三菱正宫终于在2016年 交付了第一艘大型游轮 他们的财务核算了下成本 发现造这艘船 真正花了23亿美元 而这个船的合同才8亿美元 也就是说 三菱正宫血亏16亿美元 还把自己的名声都给搞没了 如果再考虑到 这两艘游轮四年时间里 占用的船屋资源 工人产能 三菱正宫在这笔买卖中 可以说是亏得底户都没了 因此在这之后 三菱正宫再次宣布 以后不再承接 10万吨以上的大型游轮订单 彻底退出了这一行业 好吧 让我们表示一下同情 建议把6扣在屏幕上 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大家知道 游轮建造有多难了 首先你得有技术 有团队 有供应链 还得有市场等等 他不是说 技术积累足够就能突破的 三菱就是低估了 游轮的各项隐形要求 这才栽了跟头 当然除了日本 其实韩国也曾布局过大型游轮 不过比起日本 喜欢将技术私有化不同 韩国更乐中于返岛超车 别不信 你看他们把端午节中秋节 都当作自家的东西就能理解了 当然在造船上 他们也不敢直接抢 而是希望通过收购 来攻克游轮的技术 2008年 欧洲深陷金融危机 芬兰阿克尔集团 面临破产的危机 韩国造船巨头 STX集团 趁机收购阿克尔 并将它改成了STX芬兰 正式宣告进军 游轮建造业 次年 STX集团又收购了 法国大西洋船厂 并且将它改名为 STX法国 韩国人收购了 欧洲四大游轮建造商中的两家 打的算盘就是 在收购之后 将游轮建造技术 逐渐转移到韩国本土 但是韩国的运气比较差 刚刚收购完 当年国际航运业就持续低迷 旅游业遭到重击 STX韩国集团 以及刚刚收购的两家游轮公司 都出现了巨额亏损 其中 STX芬兰五年内 亏损了10亿美元 成了烫手山芋 最终STX挥累大甩卖 以1.28亿美元 出售了这家造船企业的全部股份 血亏9亿左右 而STX法国同样出现了亏损 STX将它摆在了货架上 但是连续三次都无人过问 后来价格一向再降 以7400万美元 出售给意大利分砍地银集团 自此 韩国的运回线路彻底失败 如今 制造业已经成为各国的重点项目 韩国想要再向以前收购 是不可能的 因此可以说韩国的邮轮梦想 差不多也破灭了 那么问题来了 韩国和日本的惨败后 我们为啥还要入居大型邮轮呢 答案也非常简单 就是太香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 它可以提高造船业的整体水平外 它还可以创造非常大的利润 豪华邮轮本身就是造船业中 附加值最高 利润最丰厚的产品 同等位下 一艘大型邮轮的造价 动辄超过10亿美元 而一艘散货船造价 却在1亿美元以内 两者差了10倍左右 创造更多的利润 除此之外 中国豪华邮轮的市场也很大 2006年 中国刚刚接触豪华邮轮 游客就以每年5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 2017年时 中国就超越了欧洲 成为世界第二大邮轮市场 仅次于美国 2020年 中国还将以10%的增速快速发展 而美国只有4% 因此 中国也非常重视豪华邮轮的发展 根据交通部 发改委等10个部位印发的 关于促进我国邮轮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到2035年 中国每年邮轮市场 将达到1400万人次的规模 成为全球第一大邮轮市场 所以世界各大邮轮集团都瞄准了中国 准备将中国作为业绩增长的主要目标 但是这么大一块蛋糕 中国企业怎么可能让给别人呢 在这期间 我们出台了很多政策 来扶持本国的邮轮产业 而攻克豪华邮轮的建造技术 是中国抢占豪华邮轮市场的关键一步 2018年进博会期间 中国传博与美国加年华 意大利分砍地理签署协议 分别为他们建造大型邮轮 2019年第一艘大型邮轮正式开建 船体总长323.6米 相当于16层楼高的娱乐城 最多可以容纳5246名游客 是名副其实的巨无霸 然后接着就是第二艘开建 至今两艘邮轮同时在建当中 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会看到了 日本300一艘邮轮都搞得是手满脚乱 为啥我们可以同时开工建设两艘呢 这其实也是和我们的老传统有关系 对于技术突破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 完整的学徒式的前训 先引进和吸收 等消化完再创新 这个套路屡试不爽 在豪华游轮上也是如此 我们没有像韩国一样去收购欧洲船厂 也没有像日本人一样盲目选择单干 而是与意大利的分砍地理集团 成立合资公司 两者分别持股60%和40% 然后通过和这家公司作为中间商 从他们那儿买到了 Vista型游轮的技术许客 获得了设计图纸 而且还与分砍地理集团 达成了咨询业务合作 从而获得了这家百年船厂 最宝贵的财富 经验 在建造首艘游轮时 我们没有对引进的技术进行大改 而是把重点放在了熟悉整个建造流程 目的是放在建立自己的建造体系上 比如在设计上 我们学习引进了49份工艺文件 然后将它们整理成 57份总体工艺建造方案 47份工艺图纸 形成国产游轮的整套设计流程 然后在供应商上 我们没有盲目采用国产设备和配件 首艘游轮上 共有供应商总数约为500家左右 其中 国内供应链占比约为30%左右 而在内部装修 餐饮水电等工程上 中国国内团队其实也非常出色 但是中船并没有禀计国外团队 而是将100多个工程总包 分出60%给国际团队 通过双方合作 我们熟悉了整个设备和装饰流程 填补了国内空白 还有让三菱重工屡次栽跟头的安全性上 我们更是没有上次更改 而是按照国际要求和分砍地理集团的建造标准 进行施工 最终我们仅仅用了三年时间 就完成了设计和建造技术消化 2022年8月 首艘国产游轮还没建完 我们就正式开始建造第二艘大型游轮 而这次让世界造船的前辈们 体验到了什么叫做中国的学习速度 第二艘游轮相比首艘游轮更大 长度上长了17米 客房总数多了19间 总吨位也大了0.67万吨 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 但是在设计上 我们提前半年就完成了 为了应对近年来 国际上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 在第二艘游轮上 我们还增加了两套拖流塔 和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 让游轮污染物排放更低 从这些改动不难看出 我们已经逐渐消化并吸收 引进了游轮的技术 有了自己的设计和建造理念 在施工上 与日本三菱正宫的英雄守旧不同 我们选择了大胆穿新 在施工阶段 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 外高桥船厂 专门设计了143项 游轮专用的新工装 包括了薄板翻身装置 等非常有针对性的设备 对于容易变形的薄板结构 我们专门搭建了 专用的薄板智能生产车间 采用最新的激光切割 激光焊接技术进行加工 最大程度减少了变形的发生 而且 外高桥船厂还在游轮建造中 引入了最新的分段施工 浴西装等技术 在船屋外 就完成了部分舱室的西装工作 再调到船体上安装 这样一来 就可以大大减少在 狭小空间中的施工作业 提高了效率 除此之外 国际游轮公司 为了满足中国旅客的需求 允许在房间内 摆放景德镇的瓷器 香荷家具等 中式的装修风格 与日本相比 我们的市场优势 也在帮助我们 根据外高桥船厂的计划 2025年时 国产游轮配套本土化率 将达到一半 到2030年 国产游轮本土化率目标 将达到80%以上 到那时 中国就能基本掌握 大型游轮的全部技术和产业链 国产游轮也将是 下角式的诞生 好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